哈喽大家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们Pokémon GO最新赛季 超越时间的旅程的相关内容 以及我们12月即将展开的一些活动 究竟有哪些 都会在今天的影片呢 跟大家做个分享 那我的频道呢 之后也会有很多关于Pokémon GO的相关影片 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一定要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Pokémon GO超越时间的这个旅程哦 它的时间呢 会是从台湾的这个12月1号 星期五的早上10点 一路持续到明年的2020年的3月1号 星期五的早上10点哦 也就是说三个月的这个时间 那大量的这个喜翠地区的这个宝可梦呢 应该就是这一次活动相关的这个主题哦 那同时的话呢 在这一次的这个赛季呢 也会有相关这个所谓的这个孵蛋症 那这个孵蛋症呢 就是训练家的每个赛季的每月月初 可以购买的相关的这个售票活动哦 那也就是官方呢 就是要吸金的意思哦 那到时候呢 到每个月初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实际的内容是哪些 哦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哦 这个是我们最新赛季的主要几个 重要的这个社群日的日子哦 大家先记起来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12月16到17哦 就是一个跟上进度的社群日 在这个社群日的话 它会有两天哦 那就会有2023年啊 相关的这个社群的宝可梦呢 都会有做到相关的回归 那再来呢 就是1月6号 然后1月20号以及2月4号 那这部分的话 目前官方都还没有公布相关的内容 不过相信应该就是 可以期待一下哦 那大家可以先把时间留起来 接下来呢 就是GO对战联盟呢 其实有做到非常多的这个更新哦 那新的这个GO对战联盟呢 会是在台湾时间的这个 2023年的12月2号 星期六的清晨4点开始 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宝可梦的相关的招式呢 的攻击啊 或是相关的招式都有做到调整 那之后呢 应该有机会 也会拍一支影片 跟大家做个详细的这个介绍 接下来我们比较看重点的哦 就在这一次 为期三个月的这个赛季奖励加码内容哦 第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等级大于31等的这个训练家呢 每次交换宝可梦以后 可以保证获得一颗糖果XL哦 那以前的话呢 可能是要交换距离到100公里以上 才可能可以保证获得到一颗XL 现在的话是不用了 一公里以内的话呢 其实交换就可以获得到一颗XL 我觉得这个奖励还不错 再来是交换宝可梦呢 能够额外获得一颗糖果 等级31以上的训练家 在现场传说团体战 获得的神奇糖果的XL几率 将会提高 这个我觉得也不错 再来就是连续七天 旋转宝可梦补给战时 获得的这个经验值呢 也会有提升 还有连续七天 捕捉宝可梦时 获得的这个经验值 跟星星沙子都会提升哦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赛季的相关奖励内容呢 是还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赛季主要的一些野外出现的宝可梦哦 那城市的部分呢 会有六尾电龙 扭拉 蛇文雄 破破袋 以及齿人鹅 斗蟋帅 除了斗蟋帅以外 其他的部分呢 都是有开放色違的 森林的部分呢 有派拉斯特 阿罗拉耶诞树 悲天螳螂 三蜜蜂 石巨蟹 头子猴 迷你福 那其中呢 在阿罗拉耶诞树 悲天螳螂 三蜜蜂 石巨蟹 都是有开放色違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山区的宝可梦 山区的宝可梦呢 有阿罗拉的小拳石 独角犀牛 幼姬拉斯 勾魂眼 铜镜怪 石丸子 罗丁地鼠 那这些在山区的宝可梦呢 全部都是有开放色違 益色的哦 那沙滩与水域的这个宝可梦呢 有山地鼠 大蛇贝 帕迪亚的乌波 莲叶童子 龙沙小兵 珍珠贝 年年宝 那除了山地鼠以外呢 其他在沙滩与水域的这个宝可梦呢 都是有开放异色以及色違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南北半球呢 其实也是有不同的这个野外宝可梦会出现的 北半球的部分呢 主要是会有铁亚铃 豆豆哥 埃亚球菇 四季鹿 哈利利 火狐狸 咕咕泡蛙 那除了四季鹿 冬天的样子 那其他的部分呢 都是有开放色違的 那南半球的话呢 主要就是有 木手宫 火制鸡 水月鱼 蘑菇 姆克尔 圆路沙 以及四季鹿 夏天的这个样子 刚好这个时候 南半球是夏天嘛 北半球是冬天 哦 那这个大概就是野外会出现的一个相关宝可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孵蛋的部分 两公里蛋的话呢 能够孵出皮丘 无味小子 迷唇蛙 波克比 以及迷你福 那五公里蛋的话呢 能够付出电极怪 鸭嘴宝宝 星夜喵 呆火鳄 润水鸭 以及步波 那接下来就是七公里蛋 那七公里蛋呢 就是要透过好友赠送来获得 七公里蛋的话 可以获得穿山鼠 阿罗拉的样子 阿罗拉小拳石 阿罗拉臭泥 以及帕迪亚的乌波 那十公里蛋呢 也就是比较稀有的一些宝可梦 可以孵出迷你龙 铁亚铃 小碎钻 以及梁吉隆 那梁吉隆呢 目前呢 还是没有开放色围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十十克克冒险奖励的这个蛋 五公里蛋的部分呢 能够孵出皮宝宝 利欧鹿 圆盖海龟 以及始祖小鸟 那十十克克冒险奖励的十公里蛋呢 能够孵出宝贝龙 单手龙 年年宝 以及眼狗狗 那这个大概就是在这个赛季里面 孵蛋的相关宝可梦 接下来的主题呢 我们就进到十二月相关的这个活动 抢先来看一下官方释出的消息 首先的话呢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社群日 十二月的十六号到十七号呢 的两点到五点 会有两天的这个时间 会有这个十二月的这个社群日 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之前在二零二三年出过的一些宝可梦的社群日 都会再做到相关的这个回归 那这个图片里面 应该就可以看到有哪些宝可梦会出现 那我之后呢 也会做一集来做详细的这个解析 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来的话 就是在十二月团体战的部分 十二月一号到九号呢 会变成莱希拉姆 那是有开放异色的 以及超级团体战的话呢 会有这个超级巨前兰狼 那同时在暗影团体战的话 会由原本的这个激动鸟呢 改成这个暗影的这个闪电鸟 会在周末的时候登陆 那接下来呢 在十二月九号就会接棒的 会是杰克罗姆 一路会持续到这个十二月十六号 然后呢 超级团体战的部分呢 会有超级七星七鸟 一样时间会是从十二月九号 一路持续到十二月十六号 那接下来的话呢 就会换到是我们的球雷姆 那球雷姆呢 是龙系兵系相关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宝可梦 那也是一个传说宝可梦 大家可以记得把它抓起来 在大师联盟呢 是一个非常好使用的一只宝可梦 它时间呢 会到十二月二十三号 那超级团体战呢 会是由我们这个超级暴雪王 一样呢 也会到十二月二十三号 那接下来呢 十二月二十三号以后呢 就会换成我们的这个雷姆琪卡斯 会持续到新年的那一天 就是一月一号啦 接下来超级团体战呢 会有这个超级冰鬼户 那一样呢 也是从这个雷姆琪卡斯登场的时间呢 一起持续到一月一号 二零二十四年的第一天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相关目前官方有释出的活动的这些名称 我可能可以推行一些端倪 第一个话呢 是十二月三号的这个大剑鬼的团体战日 那这个目前官方已经有释出相关的消息 之后呢 我也会做一集影片呢 跟大家做相关的介绍 十二月五号到十二月八号的时候 会有一个活动叫做严刑路线 那这个呢 感觉是跟路线有关哦 那也有可能会跟小队有一点关系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吧 接下来的话呢 十二月九号呢 会有一个捕捉达人冰 哦 那还不确定这个内容是什么 可能应该是跟冰系的宝可梦呢 有关系 然后呢 就是十二月的这个社群日哦 是十二月十六到十二月十七 然后呢 这两天的这个两点到五点 接下来的活动呢 就有这个冬日假期的part one 哦 那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应该跟这个万圣节的这个活动会有的拼哦 不知道会有哪些的这个宝可梦会登场 哦 那这个活动内容呢 会有是十二月十八号到十二月二十号的这个圣诞节 那再来是会有个冬日先进哦 是十二月二十三号到十二月二十四号 接下来的活动呢 会有这个鬼角鹿团体战 那会是在十二月二十三号的时候会登场 再来就是冬日假期part two 哦 是十二月二十五号 一路到跨年的那一天 十二月三十一号 那聚焦时刻呢 主要的这个活动内容呢 十二月五号会是我们的这个丑丑鱼 同时的话呢 捕获宝可梦时的这个糖果会有所加倍 再来是十二月十二号是我们的小海诗 那这个是传送宝可梦时获得的这个糖果可以加倍 所以如果累积了很多这个传说宝可梦呢 哎 IV值不是那么好 那就要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没有换给朋友的话呢 可以记得这个送给博士来做相关的这个研究 再来是十二月十九号 那十二月十九号呢 是我们的这个血童子 那这个时间的这个效果呢 是进化宝可梦呢 获得这个经验值加倍 那这个部分呢是非常好可以提升宝可梦 你这个训练加经验值的一个时机点哦 记得把你的这个幸运弹的给它开好开满 那十二月二十六号呢 是我们的这个迷你兵 那迷你兵的话呢 会是捕获宝可梦时的这个猩猩沙子加倍 大家可以好好把握一下 也有机会可以抓到相关的这个色尾宝可梦哦 那简单来说呢 这个就是目前相关的这个十二月的这个相关活动 以及新赛季内容 那这次新赛季内容呢 我个人觉得啦 那应该有非常多的一些特别的传说宝可梦哦 像是之前大家最期待的阿尔宙斯哦 我个人觉得非常有可能会在这一次的这个赛季 因为有非常多的消息都显示会有所登场 那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那你们对于这个新赛季的内容 以及相关十二月的这个活动内容呢 有什么样的想法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哦 那谢谢你看到这边 那如果你觉得这影片拍的不错的话 可以帮我这支影片点个赞 以及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咯 大家拜拜